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的一些特点啊 我们看首相当中的这个玉柱文呢 又叫这个命运线 失业线 川线文啊 那么各种叫法都不一样啊 我们看这个横切线出现在啊 这叫横切线出现在这个玉柱文上 容易啊 破财是非啊 这个男士的首相是左手三线得配啊 玉柱文身长啊 恒心大 事业相对稳定 那么但是这个事业线上啊 出现一条横切线呢 容易这个被横切线穿破啊 说明在这个年龄段呢 容易马失前提是非多变 智慧线在三分之一处啊 也出现了这个横切线 也出现了横切线 那么这个就是是非多变啊 破号难免啊 实际上原主是36 37岁啊 破财不断啊 苦心经营的事业是一节不振 这是在首相当中反映出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玉柱文的啊 这个连续不断弯弯曲曲 看见没有啊 这个玉柱文也是无形啊 从手掌的根部砍弓的位置 一直断断续续穿过天文啊 这个天人合一形成这种纹路啊 那么玉柱文固然是好 出现固然是好 但是呢断断续续代表事业的起伏不定啊 财运是忽高忽低啊 实际上原主是28岁 25岁事业发展啊 那么财运足不丰隆 到42 43岁的时候啊 事业运势明显下滑啊 这就是事业这个容易不稳啊 容易不稳 我们看这个第三个啊 这个是导子纹路出现在玉柱文上 那么玉柱文出现导子纹路 事业也是受挫啊 破财难免啊 这位女士玉柱文清晰直上 但是在明堂处啊 出现这种导子纹路 那么代表这个年龄阶段的容易出现工作上的失误 或者事业上的挫败啊 实际上是这个自己经营事业啊 财运一直不错啊 16年呢又进行一次大的投资啊 17年投资失败破号啊 看起后运在33岁可以重新重整旗鼓啊 东山再起 36岁之后财运可以更进一场 这个是一种从事业线上 我们说是个专门有一篇 之前我们之前有篇文章啊 一直讲这个事业线的流年是怎么划分的 这个是有一个详细的 这个规则的啊 以食指的长度为失业线的长度啊 然后往下延伸一个食指的距离 然后到这里啊 食指啊 这是小指 食指延伸到这里啊 然后在这个月秋对宫 以及前宫这几个位置啊 这个画五个点啊 这样这样连接在一起啊 找到基准点啊 这个是基准点 基准点这样形成散射状啊 这样画 然后这样慢慢切割 切割事业线啊 这个每个每一段分成这个七岁啊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详细的划分 可以看一下这个 关注一下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文章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事业线的这个啊 刚才讲的这位园主的一个情况啊 为什么说是 在哪个年纪出现哪种事情 为什么是啊 有一个可以做一个精准的预判啊 原因就是在这里 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